工人背叛何纵盟约啊 当年何纵抗秦 各国都各怀鬼胎 草草收场 齐楚之盟原本就是徒有虚名 破裂那是迟早的事 如果楚国得罪了秦国 父辈受敌 那岂不是对我江山社稷大为不利吗 答应秦国也不是 不答应秦国与齐国断交也不是 众位爱卿你们倒说说 不顾该如何是好 大军 彼臣以为不如先答应秦国 取了伤于六百里地 是否与秦国结盟在伺机行动 尚大夫 张仪这等无耻之徒 他说的话也能信吗 赵令尹言重了 看当今天下信与不信 那只是一念之间 和齐国的盟约解了可以再解 和秦国也一样 解了可以再解 切不可争一时之气 作违背大楚之力的事 不顾一为 尚大夫所言有理 此事就这么盯了 大军 退朝 大军 你来找不顾何事啊 大军当真要和秦国结盟 与齐国断交吗 张仪说得不无道理 布谷自然会考虑 大军可否想过后果 此事万万不可 慢 屈原啊屈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管布谷说什么 你都要说不 都要反对 大军说得对 屈原自然支持 大军说得不对 屈原自然不支持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难道你屈原说的都是对的吗 你别忘了 你就是一个臣子 但是布谷呢 布谷是大军 布谷要考虑所有人 考虑整个楚国 去爱情 说心里话 这段时间你不再朝堂 布谷还真觉得少了些什么 那时候 我们一起同心同力 共谋江山 毫无嫌隙 可是现在呢 你看看你什么样子 要是让布谷再做一次决定 布谷还是让你做一个三驢大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